我想强调的是 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过度渲染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 是不受欢迎 也不具建设性的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促进经济繁荣和发展 是有责任的 美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把拜登总统四步一无一的表态 落实到行动上 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